多饮食糖尿病典型症状,三多一少周内一下,好多糖友基于对糖尿病的恐惧,又一时的拒绝喝水,这种认识是错误的。 今天给大家说说,糖尿病人如何正确喝水。 一,水是生命之源水,在人体里体验的形态存在,正常成年人,体验量却占体重的55%到60%, 它的总量和组成成分有严格规定,是维持内环境平衡的重要条件,体液分为细胞外液与细胞内液,各占体重的20%到25%和35%到40%,细胞外液主要是血液及组织液,其中的葡萄糖会被限制在一定范围,不允许过高或过低。 二糖有要重视水液的补给二性糖尿病患者,从糖尿病前期开始。 就前在这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胰岛素抵抗,体内糖代谢的调节,由代肠到适代肠而日益稳乱。 血糖水平已逐渐上升中继续高不下,为了将多余的糖从尿中排出。 必然发生多尿及水的优势,因为排出一个葡萄糖分子,要带走两个水分子。 所以,糖尿病患者理应十分重视水的补给。 三,糖尿病人要多喝水。 糖尿病成人和儿童患者,应多饮水的原因有三点。 一,正常人偶然忘记喝水影响不大,而糖尿病患者如不及时喝水,可导致血糖不断升高,又发细胞内,也向外液转移,造成程度不同的脱水。 二,糖尿病患者一方面因排糖需要较多的水。 另一方面,他们出汗比一般人多,如果长时间运动更会出现运动相关性脱水。 这便决定了他们必须额外增加补水量。 三,其以威胁生命安全的高慎性非酮症糖尿病昏迷。 在儿型糖尿病来说虽然少见,但若患者严重脱水,亦有可能发生,故应高度警惕,平时应多饮水,防止血糖过度升高。 四,三,多一哨中的多尿与多饮无关。 不少糖尿病患者对喝水不感兴趣,甚至认为多饮会带来多尿,妨碍睡眠。 其实,糖尿病患者的多尿是高血糖的表现,与饮水无直接关系,只要在白天适当多喝水。 夜晚药量不至于明显增加,如果感觉白开水没有味道,可以在开水中加入没有热量的茶叶。 柠檬虾或木糖醇等调味剂。 五,糖尿喝水特别注意,多喝水,也是糖尿病人需要兼制的饮食原则。 喝水可以喝花醇水或酒白开水,不要喝纯净水,也不要喝含糖的饮料。 如果喝水的时候,配合一些有降低血糖,保护肝脏肾脏作用的茶饮,则具有更好的效果。 有饮茶习惯可可以每天喝安康桥子茶来帮助调节血糖。 安康桥子茶具有降血糖、降血脂、降血液压和降低尿酸的作用,对三高人群具有综合调理作用。 多饮安康桥子茶,茶多分钟的耳茶素ACG和1GCG7氧化产物茶黄素等,有助于抑制血管中的斑状增生,形成血明粘度增强的纤维蛋白源降低,凝血变轻,从而抑制动脉硬化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